中研院前院长翁启慧 真的不简单 他在台湾大学取得生化所硕士资格后 31岁赴美工读麻省理工学院 3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 46岁那年以杰出的糖蛋白研究成果 获选中研院第二十届院士 8年后再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是全球及少数拥有双院士资格的科学家 55岁时回台担任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主任 3年后被总统宣学为第9任院长 担任院长达10年 结果圈运卷入耗鼎案 寝食下台不胜唏嘘 动新闻台北报导